鯊魚有感情嗎 接下來這個視頻可能顛覆你的認知 首先我說一下前提條件 這幾條追尺鯊是飼養在鋼裡的 突然有一天受到驚嚇 其中有一條撞翻了 然後其他追尺鯊接下去看吧 這條撞翻的追尺鯊躺在鋼底 看上去很嚴重一動不動 其他追尺鯊迅速前往查看它什麽情況 大家這個時候還要關注一下 它旁邊的小魚黑白條紋的川文迪雕 此時數量並不多 這個追尺鯊在海洋館裡很常見 也要殺虎鯊 它們緩緩的游在它的旁邊 然後有一條輕輕的蹭了蹭它 這條較大的追尺鯊就一直在它旁邊陪伴 好像在鼓勵它趕快翻身起來游啊 旁邊又游來了一隻護士鯊 這隻白色的是護士鯊 此時你們看一下這個川文迪雕 越聚越多 好像在吃瓜 因為他們可能很少見到 鯊魚翻肚皮的樣子 也許在等待了什麽 也許就是在看戲看熱鬧 耳無人一樣 這個時候那隻殺虎鯊游走了 而這隻護士鯊 開始慢慢的接近這隻翻掉的追尺鯊 而且開始拱了拱它 我在想它是不是嘗試讓它翻起來 讓它開始游泳呢 它鑽到了它的身下 然後拼命的頂著它的尾巴 感覺是想讓它翻過來游 見到毫無效果 這隻護士鯊又緩緩的游走了 慢慢的游到了它的頭部 好像在和它述說了什麽 也可能想從它的頭部 開始把它扶正 尾隨其後的川文迪雕越距越多 距離越來越近 這個時候一道黑影閃過 這隻大的殺虎鯊又靠近了它的同伴 然後也是同樣的姿勢 鑽在它身下 好像想把它頂起來 讓它翻正開始游泳 它身邊一直聚集著這三條鯊魚 它也在這三條鯊魚的鼓勵下 開始慢慢的扭動身軀 開始想自己嘗試著翻過來 狀態比剛才好了非常多 眼看這隻殺虎鯊已經很久沒有翻過來了 人類再不出手 它很可能窒息而亡 所以我們出手了 當燈光打下去的瞬間 這些吃瓜的川文迪雕全部走了 而這三條鯊魚並沒有離去 依然守護著這隻殺虎鯊 而最終這隻殺虎鯊被成功的救活了 它的同伴在它受傷的期間 未曾遠離 一直陪伴在它的身邊 特別感謝我的好友 為我分享了這麼一段精彩的視頻 這也是他在海洋館值班的時候 記錄下的過程 非常的珍貴 非常難得 全世界範圍內 可能都很少能觀察到這樣的情景 魚類早在5.3億年前的韓武記 就存在於地球上了 它所有幾種類動物的祖先 那麼魚是否具有感情呢 為了區別於它和人之間的感情 我們把它叫為魚之情感 因此我認為在某些聰明的魚當中 一定會存在著類似的魚之情感 當然 他們可以在同種魚之間 也可以在不同種魚之間 甚至和比較聰明的頭族類之間 產生這樣的情感 有人說 紫飛魚安之之魚之樂 但是我要說 紫飛我安之我之魚之樂呢 好了 今天我就說到這 我是Frank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聊幾乎 次 吐 bastante 我們聊天